嗨 大家好 我是金獎 現在是8月 然後 我把冷氣開到18度 穿成這樣子 是不是很誇張 因為跟今天的主題有關 我們要講那個 Montclair的外套們 會介紹兩三款基本款 然後還有就是 我手上有的銅裝 跟那個成人款式的比較 這個好熱喔 我把它拿起來好了 為什麼會想要買 Montclair的銅裝呢 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因為它 有時候會比成人款式價格大概是一半 銅裝的12歲 大概是介於 大人的00跟 0之間 也就是XXS到XS之間 那我覺得 銅裝的14歲 我雖然沒有買過但是我 推估覺得14歲應該會 大約等於大人的 0到1之間 這樣子 大家知道 Montclair就是一年會上架兩次嗎 然後其實它是在 大概夏天七八月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慢慢上架一些 厚的款式 然後等到我們真的天冷了 像是一二月 隔年一二月的時候 開始冷的時候呢 這些厚款呢 比較常規的尺碼就會比較買不到 那這個時候一二月可能就會上一些薄的款式 因為是春夏嘛 薄的款式就是 嗯 其實對台灣來說也是還蠻實穿的 那 因為呢 常常就是 網站在上架的時候 我們都是很熱的時候 這樣七八月根本就 很難 真的很難 你看到一些很厚的外套 你真的很難買下去 可是就是要記得它上架的時間點 如果你錯過那個時間點 錯過一些折扣的話 所以到寂寞 就是隔年一二月 很冷的時候 你想要買後款的時候 尺碼就 不太齊全了 那我們就 開始吧 今天是在我的更衣室直播 看起來好像 很乾淨對不對 我跟大家說 其實呢 我這個 畫面當中 就很像那個 摩西在分紅海 就是它把那個 一大片很亂的東西這樣 噓啊 分開 然後就只有這個 走道是乾淨的 然後旁邊就是 很恐怖的堆滿東西這樣子 所以 如果這個鏡頭今天歪掉的話 我就 好 我不敢想 這很恐怖 那我們先從第一款就是 介紹起 雖然就是 是鏡像 但是 Baddy 就是這一款 我要先穿這一款 這件Baddy呢 它是 就是王妃啦 天后王妃穿過之後 就 在網路上就很容易就搜尋得到 那它是一件短板的外套 然後它有一個連帽 連帽呢 它這邊是有 扣子一顆一顆 可以把它 整個就是拔下來 就會變成一件 莉玲的外套 然後它的 袖口這邊呢 是有縮口的 然後有一個扣子 可以把它這樣打開 然後再扣起來 有兩個扣子 所以你可以把它 扣得更緊一點 然後有兩個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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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可以把它整個拉起來 我把它拉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157公分 我今天早上是49公斤 好 這件是零號 就是XS號 它可以這樣子 把它領子整個拉起來 然後 帽子整個戴起來 然後在那個帽子的這一邊呢 有抽繩 不過我覺得 如果在台灣 其實 那個抽繩 有跟沒有 好像 沒有差很多 因為 沒有到那麼冷 那如果騎車的人 可能如果怕灌風 可能會需要再把它拉更緊 然後這兩個扣子 就可以把它扣起來 8月 我穿成這樣子 好熱喔 阿對 忘了跟大家說 我裡面現在呢 我就是要模擬 就是我平常 真的天氣冷的時候 我會這樣穿 就是我會在裡面穿 一件發熱衣 然後一件 就是有含Cashmere的 薄的毛衣 我 因為我的外套幾乎 都是買比較合身的款式 所以 我不會去 裡面不會穿 很厚的毛衣 如果是那種比較厚的 真摯的毛衣 我通常就是單穿 就是要把毛衣穿出去 給別人看的 不會穿在裡面 也散不進去 那我今天就是 為了要模擬那個狀態 我真的沒有辦法 穿發熱衣 我真的要瘋了 所以我裡面是穿了一件 貼身的那種背型 小可愛 然後外面是穿了一件 就是我 冬天真的會穿那種 一般厚度的那種毛衣 好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側面 看一下全身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拉開的樣子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很基本的款式 就是拉 就是 那種每年都會出 然後 可能也會有別款 跟它 長得有點像 然後有點小變化 這邊有個口袋 然後這裡 就是Logo 看一下後面 那我再後退一下 給大家看全身 Betty就介紹到這邊了 要記住它的樣子 因為等一下 我要穿一件 跟它長得非常像的 童裝 但是 有一些細節是不一樣的 好 這一件呢 就是 我其實是在去年 六月的時候買的 我剛剛看到訂單上面的名字 我就 它吃一斤 我一直以為它是 Betty 然後後面有毛的版本 誰知道它的名字就是 根本就不是Betty 總之現在幫它證明 就是這個名字 然後我買的是12歲 所以我覺得它整個 感覺跟Betty是非常的像的 所以 我們也是可以拿它來比較 我覺得 最大的差別 不是穿起來的那個寬鬆度 寬鬆度我覺得差一點點 就是不會差很多 我會覺得 童裝的12歲 大約比成人的0號 小一點點 但是那個一點點 我覺得對我來說 用不足以需要說去 穿到14歲 我還是穿12歲 會比較 和聲俐落的感覺 那我們先把它拉起來 再說一次 我是157公分 今天早上 49公斤 好啦 昨天也是啦 前天也是 好甘心 到底什麼時候會降下來 那這一件呢 它就 沒有辦法拉到最上面 就拉到這個地方就停了 然後它除了拉鍊之外呢 還有扣子 可以把它扣起來 好我們就隨意的扣個 扣一下就好 這邊有個口袋 另外呢 它的 連帽呢 是 整個可以 拆掉 變成一個立領 同時它的帽子上面的毛 也可以 單獨拆掉 所以你可以變成立領外套 也可以變成 連帽外套 也可以變成 連帽 加毛 那我為什麼會一直以為它是 Betty 有毛的版本 就是因為Betty Fur 它也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才會一直誤會 就我剛剛仔細看呢 它的袖口 是 沒有縮口的 就是它跟Betty 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 整個正面長得不一樣 剛剛Betty就是沒有這排扣子 它是只有一個拉鍊 也沒有這個口袋 那其他地方真的很像 喔對 Betty它可以把它立領 就是整個拉起來 那這件事沒有辦法 但是它可以就是 把帽子戴起來之後呢 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就跟Betty很像 可以把扣子這樣扣起來 然後我就又變成了一個 在八月把自己搞的 這樣愛思基魔人的人 真的很誇張 好那 最大的差別我覺得 我剛剛有說的就是 不是那個寬鬆的感覺 而是秀長 我覺得Betty就是大人的 同樣是短板 大人的袖子就是會長一些 然後衣長也會長一些 那這件黑色看起來 當然會比較瘦啊 因為 因為它是黑色 好那看一下全身 全身就是 黑色啦 一定是會比較 看起來一定會比較瘦的 這個是 一定的 好 然後 我們打開看看 覺得如果就是 平常都是穿XS的女生的話 真的可以看那個 Monker的 童裝 因為是比大人 便宜 我覺得厚薄度 因為後來我才發現 這兩款根本就 不一樣 所以我就很難跟大家說 厚度 是不是真的是它因為 童裝 所以感覺會薄一點點 或者是說這個款式 可能大人的本來就是這個厚度 但它的確是有Betty 薄一點點的感覺 但基本上它還是厚款 它並不是那種輕薄的款式 我覺得 童裝好像也很少出薄款吧 對 大家看一下 就是童裝 短版 12歲的樣子 接下來呢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一件 長版的外套 應該是念MOKA吧 應該是念MOKA吧 我應該是 是 重音有分前後嗎 就是MOKA齁 我要示範的是 童裝的12歲 然後還有就是大人的 就是0號等於XS號 我們先看童裝好了 為什麼要先看童裝呢 因為這款我是先買童裝 在我買大人款之前 我一直以為 童裝跟成人款 如果說它的尺寸對應的上 譬如說童裝的12歲 大概是等於大人的 00到0之間 我會一直以為說 它們看起來會很像 誰知道我後來買了大人的款式 我才發現 沒有欸 差異還是有的 好我們先看童裝 其實我覺得這一件很基本 還蠻好看的 如果你的尺寸 剛好是比較小尺碼的話 如果遇到童裝有好價格 真的是可以買 尤其是像我的身高只有157 大家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 就是 為什麼說買童裝其實還不錯 先把它拉起來 這個深藍色 深藍色 深藍色 MOCA 對 12歲 好 我先把它整個拉起來 它可以把它整個 領子全部拉到底 然後它的領子呢 就是整個可以拆掉 就是一顆一顆的扣子 我是沒有拆過的 然後我們把帽子戴起來 我覺得童裝的帽子就是 口會比較小一點 然後領子一樣是可以 就是可以把它 反正就是這樣子 看一下喔 口袋 然後 側邊的LOGO 轉一圈 我覺得它就是 腰身蠻漂亮的 然後我157公分 我給大家看一下全身 可能大概會在我膝蓋上面一點點 好 然後我們打開看一下 我不會覺得憋耶 我覺得就是 還蠻剛好的 所以我裡面不要穿太厚的話 其實這樣是 剛好的12歲 對我來說 剛好 看一下打開的樣子 這深藍色 看一下那個 顏色 我覺得他們家的藍 蠻有氣質的啊 蠻有質感的 就是那種 五葉藍 不會很亮 那之前有團員擔心說 這個藍 就是他們家的這個 MOCA這一款 會不會很亮 我覺得還好啦 這 有一種量是真的很誇張 他們家的量不會 我覺得算是 還蠻有質感的 然後看一下秀長 因為很重要 看一下秀長跟衣長 因為等一下 大人的MOCA就是 0號跟這件 差有點多 看一下秀長 大概到我這邊 對不對 然後看一下衣長 大概在我膝蓋上面一點點 對不對 這是 童裝的12歲 那我們現在看大人 真的差蠻多的 好 這個是 大人的 0等於XS 先看秀長 你看 就是 剛剛那個童裝 大概到我這邊 然後 大人的話就會 我垂下來的時候 他就會讓我的 只有手指露出來 所以 我覺得差別比較大的地方 就是秀長 然後再來是衣長 有過膝蓋 我們把它拉起來看一下 最近也是深藍色 就是顏色是完全一樣的 一樣就是 這整個帽子設計都是一樣 大人好像有抽繩 我覺得剛剛童裝的 對童裝的帽子就沒有抽繩 然後大人的帽子是有抽繩的 可是我覺得童裝的帽子 它本來這個口就很小了 還要再抽是怎麼樣 我就 都已經 口都那麼小了 然後我沒事把它扣起來 看一下全身 我剛剛 在試穿的時候 我有覺得就是 大人的這個 MOKA呢 它 肩膀的肩線好像比較明顯 看 就是線條好像 就覺得肩膀這邊好像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最主要是衣長 我給大家看一下全身 好 現在可能就是 整個人鬆了 好 髒髒 拔開看一下 會比童裝的12歲就是 稍微寬鬆一點 最主要可能是像 譬如說腋下這種地方 然後 跟腰 你會覺得說 就是 有開闊一點點 空間多一點點 看一下全身打開的樣子 我覺得還是蠻好看的 不知道為什麼剛才我在試穿的時候 我覺得 童裝好像比較好看 因為可能比較短 可是 不知道是因為我剛剛試穿的時候 可能是 穿睡衣嗎 還是怎麼樣 現在就是因為有全副武裝 然後搭起來就覺得 大人的好像也不錯耶 就是 呃過膝的話會 感覺會比較 很優雅嗎 是這樣說嗎 這個就是 大人的 MOCA的 0 等於 XS號 我怎麼自己 就是對勁 欣賞得起來這樣 覺得 好像還蠻好看的 好這邊有一個 口袋 然後這邊有一個LOGO 好好好 趕快跳到下一件好了 但講不完 我們來插播一件 沒有銅裝的 我也沒有看過它 有銅裝欸 或許有 但是我沒看過 怎麼唸呢 我剛才上網查 S U Y E N 蘇言 是這樣嗎 我只唸一次 我再不唸第二次 因為我不會唸 然後我穿的是0 XS號 這一件它有基本的黑色 然後每年的 好像都會出一些季節色 我這一件 可能 兩年嗎 或是三年 我忘記了 反正我就是 這一件我覺得超級可愛 沒有銅裝 就是大人的0號 穿給大家看 因為它真的很可愛 也閃狀的欸 先看一下喔 我剛試穿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也沒有這樣子 弄過我自己 然後剛試穿的時候 覺得 很好笑 它可以把它這樣子 整個拉成 這一件我有穿去 去年初 我有穿去那個 仙台 去賞雪 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跟我想法一樣 總是第一件 第二件都會想要買黑色 然後 後來就會覺得說 可以買一些淺色 然後我就發現說 欸 其實這件淺色 我覺得 顏色還蠻好看 它是有點 香檳金嗎 還是 淺卡吉 反正就是這個顏色 因為我們出去玩的時候啊 很冷的地方 高尾度的地方 你所有的照片 都是外套 根本裡面穿什麼也不重要 而且進了室內也很少拍照 都是在外面拍風景 所以如果說 都是黑色的外套的話 就是要靠一些配件啊 比如說圍巾啊 帽子 就是選一些鮮豔的顏色 這樣拍照的時候才會 比較有亮點 那我後來發現 欸其實這個淺色的外套呢 就會拍照的時候就是 你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啦 別人都穿黑色 然後你就是一個人在裡面 穿的就是 高雅的淺色 我這樣講自己好嗎 就是 照相的時候我覺得 效果是很好的 而且我那次去玩呢 其實我是帶了 比較多不同的外套 然後裡面的衣服 我幾乎就是 就是那一 兩三件一直在替換 因為我覺得 你出去玩拍照的重點是 外套啊 又不是裡面 裡面穿什麼誰管你這樣 欸我好扯遠 我把他拉起來 帽子拉起來 你看他帽子可以這樣子 然後 又把他整個可以拉這麼高 然後 你就變成一個 阿泥 就是 你就變成一個 你只是不是橘色 但是你就是阿泥 是不是很像阿泥 看側面 好這個還可以拉緊 我想說還要拉更緊嗎 他都這麼小了 好我們看一下全身喔 他是閃撞的 我現在 講話我自己會聽到回音耶 因為這個空間 就是讓我講話有回音 我覺得這外套太 太妙了 好像把他拉開好了啦 好就是平常這個臉帽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弧度也蠻好看的 我看一下側面 真的是散狀的 就是很像一件小洋裝 所以這一件應該是不太挑身材 就是 呃 我忘了講一些細節 這個袖子呢 是有縮口的 他的帽子是不可拆的 我覺得他這個設計 拆掉也是 有點小可喜啦 這樣還蠻好看的 也可以翻成大翻臉 好口袋 好我們拉開來看一下 我覺得拉開也蠻可愛的 因為他就是 像一件 洋裝這樣 我們看一下全身 走秀 不知不覺就是對鏡自拍的起來 不可以這樣子 趕快停下來 這個夢可可的淺色會讓 讓我們覺得 好像就是 朋友到日本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穿個什麼大鵝啊 就很適合在地上打滾 如果穿這個夢可可就很適合就是 賞雪完之後 坐在那邊優雅的喝咖啡這樣 還真的坐下來 來 好了 完夠了 那就再看最後一眼喔 這件很可愛的 就是這一件 這個顏色可能 也許他 一兩年會不會再出吧 不過今年好像是粉紅色 這個顏色就是 今年沒有看到 接下來是一件銅裝 然後他沒有成人版 因為我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成人版耶 這一件呢 我覺得他應該是 小男生的銅裝 最主要的差別就是 他沒有腰身 OK這種材質的外套呢 我也有收過一件銅裝風的 他跟大鵝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大鵝是那種 粗粗的 耐磨耐操 就用耶這樣 那這種他不是 他還是 基本上還是 滑的 我們看一下這件 是小男生的12歲 我覺得他就是帥氣啦 但是他沒有腰身 簡單看一下就好 因為 小男生款式我們好像比較少會去買 有沒有 看起來就是比較 直筒 這毛好澎湃喔 雜誌照一下 因為這毛實在太 太美了吧 我怎麼變那個 酋長 然後這邊有縮口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男生的感覺 看一下全身好了 我覺得也可以買耶 如果你覺得價格不錯 然後是要保暖 不是要追求 在咖啡廳裡面 優雅的喝咖啡那種感覺的話 然後帥氣的感覺的話 可以買小男生的款式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我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款式 通常我穿這一種的話 裡面不會 穿很厚的毛衣 會穿很薄的 因為他是 這種前面是羽絨 然後側邊是 針織的款式 然後就是 就是logo 那我一樣是買 0等於XS號 這個 好像也沒有名字吧 就是你看網站 那他就是會寫得很直白 他就是說 就是羽絨拼接針織外套 他們都這樣寫 另外呢就是 他通常都會有這種 口袋 然後這個口袋就是 他每年都會出不一樣的 有時候這個口袋可能比較大 有時候比較小 有時候一個 有時候兩個 其實他整個就是長得很像 他只是就是 每年會 我覺得顏色也蠻基本的 就是深藍黑白粉 然後粉可能深粉淺粉 深粉淺粉 後來換去後來回去 就這樣子 裡面如果有毛衣 我可能會穿得有點憋 好像可以 本來想說要躲到角落去 把裡面的這件毛衣脫掉 這種款式我覺得很適合 就是 突然要出門去辦點事情 就是 春天秋天 就是外面涼涼的 然後你在家裡可能穿個短袖 突然接到電話 就是要出門 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套上去 然後立刻 現在還要戴口罩 就立刻戴上口罩 然後就是奔出門 像比如說 小孩小車回來了 要去買咖啡 要去郵局做什麼做什麼 這樣子 就這種款式就是很方便 然後我拉起來給大家看 它這個口袋就是裝飾的啦 每個都插 嘶 這樣插不進去 我覺得這樣穿得有點腫了 我應該要把裡面那件脫掉的 好 看一下全身 好 拉開 不然我還是脫掉一下好了 因為重點是 等一下我要示範這一款的銅霜 我可能會 根本戴不進去 等我一下 我快來了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腫 因為平常裡面就是會 只是穿一件短袖而已 好像差不多耶 好像也沒有比較 沒有比較不腫 其實是我人變腫了 好看一下 全身 這個我覺得就是買和聲就好了 因為裡面也不會穿太多啊 看一下 近看一下 每年的粉色可能有點不一樣 後面是針織 後面就沒有這個 前面這個小羽絨 然後你看銅霜這個吊牌 我還沒有拆 因為我試了一下就覺得不行 這個銅霜我也是買12歲的 等我一下 我回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之前銅霜的外套 我買12歲 都買得順風順水的 覺得很好 我覺得我不行 就是太緊了 太緊了 如果這一件呢 我應該要買14歲 才會比較好 就是 看一下全身 這是有什麼好看的 我覺得我就不推啊 沒有啦 如果你很瘦的話 還是可以買 就是因為我畢竟現在已經 我不瘦了 這今天介紹 覺得我要停在這一件嗎 等我一下下 這個靴子呢 是Fendi的靴子 如果你很認真的看 就會發現它其實 就是沒有很乾淨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後面是針織的 所以前面那個綁帶 就是裝飾 啊不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為什麼它會看起來 就是有點常常 是因為 這是我們今年初 不是全台風追雪 沒有全台 就我們家風追雪 去那個太平山嘛 那時候就是 我就在想說 蛤 去追雪 大家都穿什麼 什麼雪靴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 要有冰爪什麼 誰要穿那種靴子 就是要穿很好看的靴子啊 所以 我就先 找了一雙就是 很紅的那個珍珠菌雪 可是那雙靴子 我尺寸是買對了 但是我 太合 所以裡面沒有辦法穿羊毛襪 後來我就發現 欸這一雙 因為它後面是彈性的 然後可能前面還略有空間 裡面還可以穿 有厚度的羊毛襪 所以後來我就穿它去追雪 然後追雪 當然就是 後來雪就融了 然後整個地板都是泥泥 所以 它就有一點就是 突然從少女 變成老婆婆的那種感覺 它還蠻輕的就是它 底部應該是 橡膠吧 然後前面是皮革 後面是這個針織 所以 算蠻輕的 然後是好穿的 就是那種你 穿第一次第二次 你就穿出去 也不會覺得說很磨 就是裸腳也OK這樣子 我覺得Fendi的鞋子 還不錯欸 不像某些牌子 這東西就是要用啊 不然勒 買回來 放裡面拜嗎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好啦好啦 停了 就是這個靴子 真的還蠻不錯的這樣子 然後再順便介紹一下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它一見鍾情 莫名其妙 誰在買夢可以的包 幾乎就沒有吧 你看過誰在買的 但我就買了 好 就是這個包呢 它就是很妙 它表面的材質 就跟他們家的羽絨衣是一樣的 所以我買了一些羽絨衣做的包包來 那它就是不能夠厚 它只能寫背 就這樣 裡面可以放短夾跟手機 這不用示範了 就是這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疑問 好它前面有個小口袋 我是覺得它背起來 可是它要很輕這樣子 我這一條是那個LV的 它就是 一面是淺灰的老花跟條紋 然後另外一面是 也是條紋 然後配的是黑色老花 可能是因為大家就比較沒有辦法出國玩 所以他們就把一些LV的東西 就是集中起來 在那個24S上面賣 價格還不錯 就是它會給 就是歐盟以外的地方 價格稍微比歐洲 就是少一些 然後還可以打九折 我記得那時候 剛上架的時候 簡直是 轟動武林 驚動萬叫 就是一上架的時候 東西全部都沒了 每天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然後只要是老花格子 都是搶不到 不過最近就是稍微穩定一點 可能大家就是 買夠了這樣 或者是說大家又開始解封 可能上街逛 買東西 這條圍巾就是我那時候在那邊買的 它那個網站上面賣的東西呢 它就是 專櫃就不會再出現了 可能會有同款 但是就不會有完全一樣的顏色 因為它就是有條紋跟老花 所以會有一些變化 我是要給大家看就是 夢可樂的東西 就是這個毛球帽 這三個毛球帽呢 這個是兒童的L號 這兩個是大人 大人就沒有分尺寸 如果你有遇到童裝L號可以買一下 我覺得頭一般 童裝的帽子呢 會比大人的帽子就是 好像矮一點點是不是 針織的那個寬度 童裝是比較密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寬的 但是因為彈性很好 所以 我跟你說 本人就是大頭王 我從小到大的綽號 就跟頭 脫不了關係 不然就是臉 但是我戴著蝦 見證奇蹟的時刻 你看 它彈性真的很好 所以 像我這種大頭寶 也是可以的 我看一下大人的比較一下 看一下大人的 就是 就是 你不說誰知道 就是長得差不多 所以 好 那就 今天直播先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好了 很快就會有別人直播的 我現在心裡在想好 就是 要歐白說什麼了 那 大家晚安 掰掰